欢迎收看本期首会说车 我是嘉良 本期来和大家聊聊近期刚被曝光实车图片的第三代哈佛H6 说起哈佛H6当年可被誉称为国民神车 2011年第一代哈佛H6上市 搭载了133马力的302.0T汽油发动机 和150马力的长程滤镜2.0T柴油发动机可供选择 我们以销量最多的汽油版为例来讲 这套30的司机63S4M发动机 虽然相比较其他同级别车型来说 油耗比较高 动力比较重 平顺性还能凑合 与其也只匹配了5速手动变速器 售价在11-16万不等 这个价格今天来讲肯定也会被键盘下喷 但是10年前 10多万你还能买到什么其他紧凑机SUV呢 大众图观 本田CRV 丰田RV4 哪一款不都得小30万 放眼其他自主品牌 竞品还没有出声 所以第一代哈佛H6凭借其低廉的价格 使其上市之后立登SUV销量冠军的宝座 2014年哈佛H6改款之后的运动版诞生 与其说是运动版更确切地讲是 换了一个全新的改款外壳 显得更加的精神 当然了也搭载了初代车型后期沿用的 1.5T涡轮增压发动机 同时2.4升动力版本还提供四处自动变速器可供选择 这台2.4升的动力依旧来源于30的4G69S4M发动机 相比较而言动力稍微强了一点 但是油耗也涨了不少 早期时间哈佛并没有将小排量自动挡车型放在眼里 依旧主推1.5T手动款车型 同一年长安CS75上市 且主推1.8T加六处自动变速器的组合 但是当时的CS75就是为小白怎能抵哈佛早期的口碑积累呢 2015年宝军560上市 MPV底盘改造而来的560空间特别的大 搭载了通用1.5升发动机为基础研发而来的1.5T涡轮增压动力 无论是经济性还是平顺性上 在同价位里都算表现不错的了 早期与其匹配6速手动和5速智能手动变速器 这个智能手动变速器呢 虽然平顺性不怎么低 但是对于顶配才8万的SUV来说 还要啥自行车呢 同时早期50品牌和保镇730的口碑加持 560上市之后销量一直不错 同年广汽传奇GS4诞生 GS4没啥硬性优点 但是颜值及正义 再加上它有当时被德系炒得特别厉害的双离合变速器 自然就有人为之买单 2016年吉利博业诞生 虽然是远景S6底盘改进而来 轴距并不算优势 1.8的动力还算可以 油耗稍微高了点 与其匹配6速手动或自动变速器选择 刚上试的时候12到16万的价格也不便宜 但是紧凑级SUV家族中又添了一位重要成员 于是乎哈佛终于在2015年 推出了仅此的两款6速自动变速器的车型可供选择 2017年第二代哈佛H6上市 与其说是第二代哈佛H6 更缺陷的讲是完全大改外观内饰后的H6 底盘依旧保持不变 同时哈佛开始红蓝标战略 全新车型主推1.3T加7速双离合变速器的动力车型 然而最关键的是 回带了这台1.3T的发动机上 由于硕大的车身子重 1.3的动力完全不够用 且油耗不仅则高 2018年哈佛终于将1.5T与7速双离合正确搭配 虽然销量账面上还算不错 依旧是连续的销量冠军 但是却是同一名下近40个不同车款的总和销量 然而在这些时间段里 宝骏560进行了改款 推出了1.5T加6速双离合的车型版本 但价格依旧很便宜 同时后来还增加了宝骏530车型 动力不变 空间变大 价格更便宜 广汽传奇GS4和长安CS75的口碑也已经有所积累 吉利对沃尔沃的消化也差不多了 比亚迪送插缝入队 当然还有不愿之声的奇瑞瑞福吧 诸如品牌SUV正趋于市场饱和化 竞争日益激烈 虽然哈佛H6拥有早期的口碑积累 但放眼今天的紧透机SUV市场 论产品利益的优势 H6再不革新 已经逐渐没落 全期待哈佛H6曝光图已出 虽然名字还未定 我猜在大流行趋势下可能会叫H6 Plus 当然看外观神似FG的地理 也有可能叫F6 单看外观 叫其竞争对手而言 看起来并不算惊艳 也没有看到什么亮点设计 整体造型唯一最大的感受 就是依旧的很大 车尾造型与F7设计有着异曲同工之意 但采用了贯穿式尾灯 在现在来说 这也算不上是特色了 因为别人也都有 那次双液晶屏的布局 也算是当前自主品牌的主流操作 旋钮电子挡霸 中控基本无物理按键 隐藏式空调出风口 以及与装饰条连接的隐藏抠手 都能看出这次走的是极简风设计内饰 对于机械方面 我猜这次应该不会再用最初来自于CRV逆向研发的这套底盘构架了 应该会采用与F7类似平台 但是就现阶段F7和现款H6底盘调教而言 H6要更完胜一些 当然了 对于初次正向研发的平台而言 有不足之处也情有可原 希望在这次全新车型上能得以改善 早期的哈佛H6的确是一代传奇车型 满足了人们对廉价大空间SUV的需求 现如今高品质生活的时代已经来临 只有不断的改进完善才能更好地融入于新的时代 我们期待全新哈佛H6 依旧能满足于我们汽车消费者们的需求 同时期待全新车型的上市 我是佳梁 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